清康熙年间的一天早晨 新野县县令王永安接到县明前来报案 城里大户吉武平家发生了杀人血案 吉家是城内的富豪之家 经营着城内最大的梁庄镇武梁庄 接到报案之后王县令不敢怠慢 赶紧带着三班牙役去看宴现场 一行人来到吉家之后 吉武平的妻子翠云和老管家刘金赶紧出门迎接 命案现场在吉家内宅一具尸体倒在台阶之下 死者一身破旧衣服长得张头鼠目 王县令仔细一看 发现此人是城内有名的泼皮无赖刁豹 刁豹全身血肉模糊 致命的伤是左耳垂下的一个血窟窿 王县令问夫人翠云 为何要把这泼皮无赖的尸体放在家里 翠云不敢隐瞒 他告诉王县令昨日里刁豹找到他 让他给他一大笔钱 而作为补偿刁豹会告诉他一个秘密 王县令问翠云到底是什么秘密 翠云说 刁豹告诉我 他看见我丈夫被人杀死了 他亲眼目睹了凶手是谁 王县令问刁豹所说的凶手是谁 翠云哭泣着说道 刁豹准备开口说出凶手时 却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死了 好像是一只鸟雀般的东西飞来 击中了刁豹的头部 所以刁豹就这样死了 刁豹死在了家里 那机长柜去了哪里呢 翠云说昨晚初更四点离家出走 前去外地商谈生意 当时管家刘青将他送到了渡口 王县令问刘管家昨天的情况 刘管家说昨晚他陪着老爷二更 就到了十里坡渡口 但渡船还没有来 当时老爷让他先回来 禀报夫人一声 免得夫人在家里着急 于是他就提前回来了 结果他前脚刚返回家里 刁豹后脚就赶来家里胡说八道了 王县令思考了一番 让牙医们把刁豹的尸体运走 随后带着牙医们赶去渡口调查案情 在十里坡渡口的林科前 围着一群乡民正在议论纷纷 王县令走上前去一看 发现林科中横握着一具尸体 地上到处都是血污 尸体投如却不翼而飞了 武座当场检验了尸体 随后王县令让牙医们 把尸体抬回了县牙 当天中午 王县令传讯翠云前来认尸 翠云看了尸体一眼后 说尸体的体型很像丈夫 尸体的衣服也很像丈夫的 翠云说吧 忍不住哭泣起来 王县令问翠云 其夫身上是否有什么记号之类的东西 翠云说丈夫的肚脐下 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武座赶紧掀开尸体的衣服 发现肚脐下果然有青色的胎记 翠云见到胎记 又立刻放声大哭 王县令让牙医去找一下羹夫 问他昨夜打羹时 是否遇到可疑人员 另外再派人去尘中调查一下 昨晚地痞雕豹来几家之前去了哪里 王县令交代完毕后 又带着牙医们去了渡口 不久之后 去尘中打探雕豹行踪的牙医 最先回来了 他们带回了一个酒馆的老板 去酒馆老板回忆 初更三点左右 雕豹来到了他的小酒馆里 雕豹当时得意洋洋 他说自己时来运转发了财 有人送了一键银子 请他去看热闹 当时店老板也颇感疑惑 像雕豹这种地痞无赖 有谁会花钱请他去看热闹呢 正在疑惑之际 雕豹急匆匆跑出了酒馆 嘴里喊着 看热闹挣钱去 晚了来不及了 雕豹就这样跑出了小酒馆 再也没有返回 王县令听了酒馆老板的话 觉得此事非常蹊跷 他又在码头附近询问了不少人家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王县令觉得问下去 不会有什么收获 于是返回了县衙 王县令刚回到县衙 照补头就前来禀告 他说昨晚二更二点 登夫徐阿大 在东街中古楼拐角处 看到了城内星云茶庄的掌柜龚友文 一身血污 躲躲闪闪的回了家 龚友文一身血污 又神色慌张地回到家里 情迹十分可疑 王县令立刻让衙衣去捉拿龚友文 衙衣们很快就将龚友文抓回县衙 龚友文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长得有些微胖 头发也有些花白了 王县令端坐公堂之上 目拍金堂幕后问道 龚友文你为何杀了几掌柜 还不快从十招来 龚友文一听 心中顿时惊讶不已 大声说自己没有杀死几掌柜 王县令问龚友文昨晚去了哪里 龚友文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几掌柜 至于昨晚自己去了哪里 与此案并无关联 王县令不缓不慢地说道 昨夜有人看到他一身血污的 从外面跑回家里 而且当时神色慌张 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王县令让衙衣拿出那件带血污的衣服 丢到龚友文面前 告诉他这件血衣 是牙医们从他家的马槽底下搜出来的 有人目击他满身血污回家 如今又在他家里找到了这件血衣 人证物证据在 龚友文还有何话说 龚友文听罢满脸狐疑地说道 这件血衣真是从我家里搜出来的 王县令说 牙医们在搜出这件衣服时 龚友文的妻子就在身边 可以坐证这件血衣 就是从家里搜出来的 龚友文听罢口中喃喃说道 但愿我的死能带来全家平安 王县令听得糊涂了 他连忙告诉龚友文 即使他杀死了几掌柜 最多也就追究他一个人的责任而已 绝对不会株连到他的家人 因为这不是什么株九族的大罪 龚友文听罢痛苦地摇了摇头 当即承认是他杀了几掌柜 他愿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承担所有罪责 王县令又问龚友文 既然是他杀了几掌柜 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龚友文说他演红几掌柜的生意做得好 所以就想杀了他 王县令又问龚友文 别人杀人往往会故意掩人耳目 龚友文却给地痞刁爆一些银子 让他去看热闹 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难道天下间还有人担心作恶 不被人知晓的人吗 这个明显与常理不符 龚友文说他驯养了一只凶猛的鹰笋 他得知几掌柜去渡口后 故意把鹰笋放出让他去着杀几掌柜 为了让人们见证几掌柜是被鹰笋杀死的 他故意给刁爆一定银子让他去看热闹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刁爆 见证几掌柜是被鹰笋所杀 然后让他把这件事传遍全城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怀疑是他杀了几掌柜 可没有想到的是刁爆去的晚了一些 当他来到渡口之后 龚友文已经让鹰笋杀死了几掌柜 他用一把刀割掉了几掌柜的脑袋 并丢进了江里 这一幕却恰好被迟到的刁爆看见 所以刁爆跑去极家暴行 想以此弄一笔钱来花 龚友文发现刁爆撞破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于是又驱赶鹰笋去极家杀死了刁爆 所以刁爆还未说出实情就被鹰笋杀死了 这也是几掌柜夫人翠云口中所说的 刁爆被鸟雀一类的东西杀死的情形 龚友文说到此处 王县令心中的疑惑全部消除了 王县令当即将龚友文打入死牢 等候上死和焰后处决 第二天一大早 衙门口来了一个年轻人击鼓鸣冤 来人正是龚友文的管家龙二贵 龙管家说龚友文根本就没有杀人 他昨晚在城外的庄园里与妻儿团聚 根本就没有到渡口去 王县令听罢 鹿拍金堂木说道 胡说八道 龚友文年过半百 妻子从未生育过一儿半女 龚友文剧内一直不敢纳妻生子 他又如何在昨夜与妻儿在城外庄园团聚呢 龙管家说庄园里的女子和儿女 都是龚友文的家人 王县令觉得奇怪 庄园明明是龙管家的房子 何时成了龚友文的家了呢 女人和孩子原本是龙管家的家人 为何又成了龚友文的家人了呢 龙管家说庄园其实是龚友文的外宅 他不过是为龚友文看管家业而已 龙管家还亲口承认 他患有疾病天生不能生育 王县令当即让人查验 果然证明龙管家是一个天烟之人 王县令让龙管家回去 所有的事情暂时不要对外伸张 等他处理完案子后再一起办理 龙管家听罢 只得点头答应并返回庄园去了 第二天早晨 王县令带着亚裔们去了吉家 吉掌柜的夫人翠云和管家 留金钱来迎接 王县令走进后堂 发现房子被一层层隔开 翠云连忙解释说 这是一座佛堂 当时是由老太爷和龚友文的父亲 联合建造的 吉家和龚家父辈有些交情 吉掌柜和龚友文也因此关系不错 却没想到龚友文会杀死了吉掌柜 王县令听罢 并没有说一句话 继续往前走去 在佛堂里 他们看到了一口棺材 翠云说棺材里放着丈夫吉掌柜的尸体 王县令觉得疑惑 为何吉掌柜身亡一个多月了还不下葬 管家留金说 老爷去世之后 家里的生意就没人能打理了 所以夫人准备变卖家产回林县去住 老爷的棺材也要一起运回去 所以也就没有将他安葬了 王县令环顾四周 发现佛堂上有一块牌帘 上面写着心无挂碍天地方圆 几个刘金大字 王县令突然问起了管家刘金 关于吉掌柜与公友文二人父辈的事情 刘金说他是七八年前才来吉府的 关于吉家和公家老一辈的故事 也是听人说的吉家和公家的父辈 原来都是读书人 后来总是考不中就下海经商 结果赠得了这偌大的家业 吉家和公家父辈有了钱之后 又花钱捐得了一个文举人和一个无举人 吉家老爷是文举人 公家老爷是无举人 这佛堂上的这块牌帘的大字 就是吉家老爷亲自书写的 王县令听罢 看着刘金的大字点了点头 在佛堂后面的一排房子里 王县令看到房子似乎有人住过的痕迹 刘管家说这房子当初是照一处事居住的 他时常与吉掌柜高谈阔论 吉掌柜去世之后他就不辞而别了 王县令在佛堂里拽诱了半天 他一边看一边思索 两久之后才带着牙医们离开了佛堂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 吉夫人翠云带着家人乘坐马车返回林县娘家 王县令带人在城门口将马车拦下 希望能拦车祭奠一下机掌柜 吉夫人翠云和管家刘金从马车里出来 向王县令表示感谢 王县令点燃香烛之时 牙医们也压着龚友文来到了现场 王县令丢下手里的香烛 告诉翠云烧等片刻 他已经破解了吉掌柜被杀一案 今天就在这里当场破解此案 吉夫人等人哪敢怠慢 只好说愿意配合大人办案 王县令从牙医手上拿起一幅画像 让龚友文来辨认 龚友文看了画像之后说 画像上的人是他的父亲 王县令一听笑着说就对了 这桩案子牵扯到四十多年前一桩就案 四十多年前某地友宜巨父官僚 手下有一文一无两个心腹 巨父官僚图谋造反 结果两个心腹担心遭到牵连 于是联手除掉了主人 带着主人的财宝逃了出来 一文一无两个心腹 一个叫龙香是一个擅长武艺的人 一个叫周冰精通文墨 画像上的人就是龙香 也就是龚友文的父亲 龚友文听罢并不隐瞒 他说龙香的确是他的父亲 当年父亲与周叔叔逃出来后 把带来的两车金银珠宝藏在了一处佛堂里 龙香改姓魏公 周冰改姓维吉 他们将财宝藏在佛堂的密室里 有两家人共同掌管并修了机关 这份机关图被画成四份 分别纹在集掌柜和龚友文的双脚底下 龚友文名字中有个文字 集武平名字中有个五字 就是取香或弥补之意 案发前一天集掌柜突然到访 请龚友文前去做客 龚友文按照约定去了吉家 结果被集掌柜夫妇灌得鸣鼎大罪 第二天龚友文起来 发现脚上袜子穿反了 此时才明白集掌柜夫妇将他灌罪 就是想要夺走那些财宝 龚友文气得不行 这要出门去找集掌柜理论 此时听说集掌柜已经被人杀死 所以才打消了怒气 集掌柜被杀 龚友文认为事情已经败露 财富也可能被人劫走 此事事关及龚两家的生死存亡 若当年之事被揭发出来 两家人都要被牵连诸杀 于是他决定承认杀了几掌柜 把所有罪责都承担下来 免得妻子儿女遭到牵连被害 谁知道他的弟弟龙二贵见哥哥入狱 心急之下来到县衙报案 说出了庄园是龚友文的 他在外隐藏了庄园和妻子儿女的事情 王县令追问之下 龙二贵又说出了龚友文姓龙的事情 还说出了他们家和吉家的秘密 龚友文家的秘密藏不住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他真的没有杀集掌柜 就在此时 王县令接过了话头 他说杀死集掌柜的当然不是龚友文 因为杀死他的人是刘金管家 刘管家听罢惊讶不已 连忙大声呼喊自己冤枉 王县令让人把那件血衣给刘金穿上 结果刘金穿上血衣后和龚友文非常相像 王县令说杀人凶手就是刘金 他假扮成了龚友文做了所有的恶事 刘金马上反驳 他说他与吉掌柜虽是主仆 却情同手足 为何要杀死他呢 而且他既然要杀吉掌柜 为何还会让地痞刁报前去观看呢 王县令说 你就是想让刁报看见是龚友文杀了人 想要嫁祸给龚友文 刘金反问 既然如此他又为何要杀刁报 王县令说 因为当时刁报看清了真相 他看穿了你假扮了龚友文 无赖刁报看穿了你假扮龚友文 你当时非常害怕 于是把刁报请到家里商量 答应给他一笔钱 刁报信以为真 跟着你进入吉家后 却被你当场杀死 如果不是你把刁报放入家里 刁报一个地痞如何进得了吉家的大门 如何躲过家丁的拦阻 刘金听爸哈哈大笑 他说这一切都是王县令的猜测 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瞎猜 王县令说 根据武作验尸后认定 刁报是被人用特殊的暗器所杀 这种暗器是沾了毒药的锈剑 锈剑飞出去时犹如飞鸟一般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手上就有这种锈剑 王县令说 把牙医们立刻上前将勤拿刘金 刘金奋力扯下袖子 朝王县令射出一只锈剑 这种锈剑飞出来 有两个特制的小翅膀 形状犹如飞鸟一般 锈剑击中了石狮子没有打中 刘金被牙医们当场逮捕 刘金被捕之后 吉掌柜知妻翠云 弱骂刘金吃里扒外 竟然谋害了主人 王县令听了翠云的话 轻轻哼了一声 王县令随后对翠云说道 吉夫人 你也不是局外之人 事到如今就别演戏了 王县令随后说道 翠云补下了一条一十三鸟的毒计 可谓是又毒又狠 翠云自然不服 问王县令有何根据 王县令说 翠云夫妻和谋杀了 居住在家里的处事赵义 以赵义之师冒充其夫及武平 然后再嫁祸给公有文 借助官府的手除掉公有文 然后及家独吞财宝 翠云听罢 脸色变得亲子 他冷笑一声说 王县令说话要有根据 凭什么说是我们夫妇和谋设下的毒计 我的丈夫明明已经死了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他在哪里呢 你把他叫出来看看 王县令听罢 让牙医弄来一串干辣椒 在棺材底下烧 呛鼻的浓烟很快弥漫开来 没过多久 棺材里就有了动静 牙医们把棺材盖子打开 吉武平从里面爬了起来 棺材里堆满了金银 吉武平见计谋已破 只得承认是他和妻子谋划了这一切 墨帝就是想嫁祸给公友文 独占这笔财宝 案子到这里就真相大白了 这一切都是吉武平夫妇 自导自演的一桩阴谋 墨帝是杀人嫁祸给公友文 再借助官府之手杀了公友文 他们一家独占这笔财宝 管家刘金是吉武平夫妇 幻养的杀手 他故意假扮成功友文杀死赵义 然后故意让刁豹去看 结果刁豹认出了他 于是他又杀了刁豹 这一切都是吉武平夫妇 在私底下谋划的 结果王宪令从龙二贵嘴里得知了 齐家与公家的秘密 并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真相 在吉武平夫妇准备逃离此地时 王宪令在城门口拦住了他们 并揭穿了此案的真相 案子告破吉武平夫妇不得不承认了罪行 王宪令按照大清律律刑律的规定 判处杀人的刘金斩首 判处吉武平翠云十年徒刑 那一笔巨额财宝稀数没收充公 案子宣判之后 刘金很快被阿富世曹斩首 这一桩曲折离奇的案子也就宣告结案了 此案告诫后人 人不可过于贪婪 为贪婪杀人害命 迷失了自我和良心 其灾祸也就不远了 吉武平夫妇真是功于心计 但奈何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最终还是自食恶果 到头来非但没有占到便宜 反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这是吉武平夫妇应得的下场 这就是作恶者的下场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您喜欢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